10月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香港立法會發布任內第五份 也是本屆特區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林鄭月娥在開篇表示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 香港迎來良好局面 是砥砺前行,重新出發,謀劃未來的時候 我和我的團隊非常重視這份施政報告 我親自主持了40場線上線下的諮詢會 出席直播走進校園 接觸了超過3500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市民 我和部分發言的參與人士都不約而同地表示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之下 香港迎來了良好的局面 是砥礼前行,重新出發,謀劃未來的時候 林鄭月娥表示 該份施政報告聚焦發展 為香港勾劃未來 雖本屆政府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但其秉持迎難而上,積極為民做事的精神 倡議政策突破,力求解決社會問題 她舉例說 過去四份施政報告共提出超過900項政策措施 當中96%已經完成或按需推進 談及立法會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 過去一段時間立法會出現了極端政治生態 拉布、攬炒等嚴重破壞政府與立法會應良性互動的關係 致愛有利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立法和撥款工作 她指出,自從2020年11月那批為反對而反對的議員離開議會後 本年度的立法會工作可謂成果封鎖 本年度的立法會可以說是成果封石 將一共通過46條條例寵案 和審批超過3200億元的撥款 確切履行立法會的憲制職能 第七屆立法會會期將在明年1月1日開始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下 90位來自不同界別 符合愛國者治港的議員 將扶起監督政府的功能 在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層面 林鄭月娥表示 過去兩年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 出現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 中央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及時扭轉了香港的亂局 她指出 未來特區政府將以多元的手法 推動憲法和基本法的公眾宣傳和教育 在學校教育層面 取代通識教育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在這個學年從中學四年級開始推行 三個主題之一就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我在九月初曾經去到一個中學那裏觀課 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為了讓教育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老師 更加好掌握 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和職權 我已經向教育局局長提議 由我現身說法 為有興趣的老師親自上一堂課 作為香港重要的民生問題之一 住房相關內容也成為該份報告中的關注焦點 有數據顯示 目前香港有超過22萬人居於蹚房之中 蹚房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不到7平方米 截至2021年6月底 有15萬個家庭及10萬個人申請者 在政府公屋輪候冊上 總共約55萬人 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則需要5.8年 對此林鄭月娥表示 讓市民安居是特區政府未來房屋政策的首要目標 但是公屋輪候時間居高不下 是令人憂心的 事實上本屆政府5年任期裏面的公營房屋建屋量 是達到96,500個單位 較對上5年已經增加了3萬個 在未來10年 即是2022、23到203、132這10年裏面 我們已經找到大約350公頃土地 可興建大約33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比去年公佈的數字略高 足以滿足這個10年期預計 30萬1千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 在抗擊疫情層面 林鄭月娥表示 回顧過去21個月的抗擊工作 香港成功先後佔勝了四波疫情 以香港的城市密度、人員和貨物的流動 能有如此成績 每名香港市民都應計上一功 她同時鼓勵香港市民接種疫苗 為跨境出行創造有利條件 政務司司長上個月率領香港特區政府團隊 和內地相關的單位 進行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對折會議 雙方詳細探討了逐步有序恢復通關所洩的事宜 以及評估通關以後可能面對的風險 雙方會進一步研究細節 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的對折會議 要成功爭取通關市民的支持極為重要 如果你或者家人朋友仍然未接種疫苗 請不要再猶豫 盡快打針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病毒感染 並為跨境出行創造有利的條件 在報告的最後 林鄭月娥回顧了自己的工作歷程 她表示自己有幸參與香港回歸 此後又在不同工作崗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四年多前就任特區行政長官深改任重道遠 既是榮耀也是挑戰 她表示只要特區堅持以一國為根 兩制肯定會知凡夜貌 一國兩制在中央督道特區配合下 已經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應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和特區符合憲制秩序的選舉制度 這個受憲法和基本法保障的制度 已經是我們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之一 只要特區堅持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 以愛國者治港 兩制肯定會知凡夜貌 香港仍然是祖國的掌上名豬 我們在這個新起點上 我希望2021年的施政報告 展示了新的氣象 勾劃了新的報告 就讓我們齊心同行開創未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